我希望你能做好事,我希望你能做好事。 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,但还是依旧每天坚持营业。 每天营业前,阿蕊都会向他服务了几十年的老客户打去电话,然后安排自己每天的行程。 此时的阿蕊不仅仅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,而是这些老顾客的朋友,自然而然地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服务着。 虽然在工作上,阿蕊做出了自己的招牌,但是在生活上却有一团糟的意思。 他的大女儿嘉欣,虽然大写毕业后留在了台北,但是一直没有和男友谈婚论嫁,只是毫无目标地同居着。 二女儿嘉玲虽然结婚了,但是早已与女婿搭穿离婚,两人还有一个孩子,由两人分开照料。 阿蕊不明白为什么大女儿始终不结婚,更不明白为什么二女儿跟女婿,仅仅因为几句争吵,就匆匆了离了婚。 毕竟女婿在阿蕊面前,一直是个很好的人,小儿子嘉男年纪轻轻,眼高手低,每天都要给阿蕊科普高科技,也不找对象。 甚至想要阿蕊在店铺屋顶安装太阳能板,每次阿蕊想要劝解他们,他们都会说是阿蕊不懂他们。 阿蕊甚至会想,是不是自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,一切都在改变,不变得只有阿蕊的理发店,每个人的生活都看似有条不紊地过着。 嘉玲继承了阿蕊的手艺,在一家理发店做一名发型师,只是她的工作并不好做,总是会被花言巧语的同事抢走顾客。 每次碰到这种强况,嘉玲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,好像她的客户几十年都只找母亲理发,而母亲也从来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。 可是无论是否被抢走客户,嘉玲也只能每天继续工作。 阿蕊刚刚给客户剪完头发,儿子嘉楠给她带了一个自动扫地机,依旧是想要说服她,在店铺上面安装太阳能板,阿蕊并不是很想理会。 嘉楠不明白为什么母亲那么固执,日复一日地维持自己的习惯,日复一日地晾善没人吃的柠檬干,日复一日地拒绝她。 而拒绝的原因仅仅是因为,在房顶盖东西会影响运势,阿蕊并不在意儿子的不理解。 相较于和儿女的不理解,阿蕊和前女婿阿川显然更加亲近,虽然嘉玲和阿川两人互相还有感情, 但是却因为阿川没法买房子和过瘀,嘉玲实在无法忍受,每天伴随着汽油未醒来, 无法忍受阿川是个无底线的老好人,无法忍受阿川把二人好不容易, 传道的买房钱一声不吭借给发响,她明明知道自己很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, 而在阿川的眼里,嘉玲就是一个自私爱计较爱享受的人。 在这些事情的日积运累下,嘉玲还是选择了与阿川离婚, 两人每次的谈话也都不欢而散,阿蕊在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张台北市的罚单, 车中的男人是嘉欣的男友,但女人却不是嘉欣, 阿蕊明白是女儿的感情出了问题,她准备去找嘉欣说个清楚, 可当她看到如此辛苦的嘉欣,她实在说不出口, 如今的嘉欣在剧组担任服务,每天在剧组干不完的活, 挨不完的骂,甚至深夜了还要处理工作, 阿蕊实在是说不出口,在嘉欣再三询问她来干什么的时候, 阿蕊慌张地在包里拿出自己量傻好的柠檬干, 嘉欣说母亲太过于小题大做了,明明可以寄快递, 为什么非要大老远跑过来一趟? 嘉欣在给男友理发的时候,忽然间闻到了不一样的香味, 男友也只是敷衍地说换了洗发水, 嘉欣也只是半信半疑,年少时总是无法决定自己的的一切, 无论是发型,衣服,爱情,都无法得到自己的选择, 今天阿蕊迎来了一个小顾客, 她让阿蕊给自己修一个时尚的发型, 阿蕊看着男孩害羞的模样, 开口询问男孩是不是谈恋爱了, 男孩羞涩地给他看了女生的照片,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, 阿蕊按照男孩的要求, 为他修剪了头发, 阿川在一个雨天骑着摩托出门, 只为腹发小的约, 到了餐厅才发现, 这场聚会是为了给阿川牵线, 也是因为这场聚会, 阿川结识了以为做销售的姑娘小婷, 她张相文静, 人切落落大方, 阿川有了丝毫的心动, 而小婷看向阿川的也有几分意味, 他们爱情的萌芽似乎已经萌发, 与之相反的是, 男孩的母亲很是生气地把男孩带到了阿蕊的理发店, 阿蕊没有向男孩母亲提起男孩恋爱的事情, 看着生气的母亲, 只能按照要求把男孩的头发剪短, 尽管阿蕊一直在安慰着男孩, 可是男孩还是哭了出来, 他年少时的爱情, 就像他此刻被修建的头发一样, 一起断送在这个余夜,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有条不紊地过着, 阿蕊关上门准备休息, 嘉欣在给男友理发, 阿川在给儿子洗澡, 嘉玲在接待着新的客人,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忙碌, 说不上开心也说不上难过, 毕竟谁的生活不是这样呢? 阿蕊不清楚孩子们每天的生活, 就像孩子们也不知阿蕊的现状一样, 阿蕊由于常年的劳作, 膝盖磨碎已经很严重了, 可是他的孩子却没有一个知晓的, 他也从来没有提及过, 医生一再要求阿蕊住院吃药, 可是阿蕊都不愿意, 毕竟如果自己关门了, 自己的那些老客人想要理发怎么办? 阿蕊对自己的老顾客很是上心, 甚至一个搬到别处的老顾客, 邀请阿蕊上门理发, 阿蕊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 因为腿疼无法长时间走路, 阿蕊决定开车去, 出发前阿蕊去找阿蕊帮忙记下来了, 开车要走的所有路线, 阿蕊本来想要和阿蕊一起去, 但是有觉得自己也没什么立场去做这些事, 于是只是帮他捡修了车子, 可发小和他八卦, 自己差点撞到老人车的惊险事情, 阿蕊决定和阿蕊一起去, 避免老人出现什么问题, 于是与阿蕊约定第二天一起出发, 阿蕊准备好了一切, 泡好了茶, 却被阿蕊告知无法同行, 阿蕊只能自己开车过去, 可是在出门时却忘了拿自己的茶杯和电话, 他挂起了本日公修的招牌, 一个人开车走向了未知的行程, 可没想到女儿加薪突然从台北回来, 还抱着一条狗, 看着紧闭的大门, 叫不开门又打不通电话, 他实在想不到, 大早上的母亲能去什么地方, 怕母亲出了意外, 赶紧去找了哥哥迦南, 让他翻进了屋子, 确定母亲没有晕倒在屋里, 两人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, 只能跟嘉玲打电话, 此时正在工作的嘉玲, 被他们的电话吵得不胜其烦, 他每天忙于工作很少跟母亲联系, 怎么会知道母亲去哪了, 嘴上说着无所谓, 心里还是会挂念母亲, 在忙完的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和母亲关系较好的阿川, 在阿川的那里嘉玲得知, 原来母亲是去彰化为人理发, 嘉欣埋怨哥哥失业在家为什么不陪着母亲, 天天在家搞什么太阳呢, 嘉楠也不服气地回对过去, 半嘴尖嘉欣发现了那张罚单, 嘉欣终于知道了, 上次母亲去看自己的原因, 母亲甚至还偷偷为她缴纳了罚金, 嘉欣一时间泪流满面, 不知道是难过还是羞愧, 而此时的阿蕊, 还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, 他小心翼翼地开着车, 可在路上发现自己忘了带水, 只能在询问路边, 看着很邋遢的小伙子, 哪里有水喝, 好心的年轻人邀请阿蕊到家喝水, 他为阿蕊泡了一壶茶, 阿蕊喝了觉得还不错, 他看着面前头发过去杂乱, 看着很邋遢的年轻人, 作为答谢, 阿蕊决定为他免费礼发, 阿蕊第一次在空旷的田野为人礼发, 聊天间阿蕊了解到, 原来年轻人之前是一个程序员, 因为厌倦了每天要对着电脑, 决定搬到这个荒野里务农躺平, 阿蕊询问他父母的意见, 年轻人却说, 父母已经三年没跟他说话了, 阿蕊不理解他的做法, 就像不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, 年轻人在阿蕊的手下恢复了帅气, 并在临走时为阿蕊指了指路, 阿蕊念照年轻人指的方向, 却发现自己走迷了路, 在路上遇到了几个摆动新机车的年轻人, 纵使小心翼翼, 却还是不小心碰到了机车, 年轻人生气的想要拦住阿蕊索要赔偿, 阿蕊想要开车远离他们, 可没想到一不小心冲进了田里, 阿蕊瞬间慌乱不已, 谁知道对方却是自己的老顾客, 他认出了自己, 安抚好了慌乱的阿蕊, 更是喊来了拖车, 把阿蕊送去最近的目的地, 并且帮他联络了家人, 阿蕊历经千辛万苦, 终于来到了顾客的家里, 可他没想到的是, 自己的这个老顾客已经病倒了, 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, 阿蕊一边心酸地为老顾客理发师, 一边絮絮叨叨地给顾客的儿女讲着往事, 顾客在理发时从来不说话, 偶尔的一次说话, 也是在告诉阿蕊, 自己的儿子登上报纸了, 他很骄傲, 儿女听着阿蕊的话泣不成声, 他已经不是阿蕊的顾客, 而是阿蕊的老朋友, 看着老朋友神志不清地在病床上躺着, 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, 阿蕊离开时已经是夕阳西下, 他看着落下的太阳, 就像看着逐渐跟不上孩子的自己, 路边昏暗的光鲜, 都快要照不清面前的路, 如同江阳老气的自己, 无法铺平孩子未来的路, 阿蕊为自己的想法而惶恐, 他怕自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, 再也不能为自己的老顾客理发, 他加快了自己脚步, 想要回到家里, 想要见到自己的孩子, 想要走得快一点, 追上自己的孩子, 让自己可以与他们相求得更久一点, 再久一点, 到家之后阿蕊发现孩子都在家里等着他, 儿子看到阿蕊回来了都很开心, 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埋怨, 阿蕊听着儿女的指责, 也只是简单地讲述了一下自己的遭遇, 第二天醒来, 阿蕊虽然还是觉得膝盖很难受, 但是却依旧打开了门准备营业, 上午没什么客人, 阿蕊做了一个很长的梦, 他梦到师父告诉他, 那时他与很多兄弟姐妹一起学习着, 玩闹着, 直到毕业之后, 阿蕊开启自己的理发生涯, 阿蕊送走了自己的所有亲友, 他在这个理发线固守了几十年, 往日如白鸡过戏, 一争又回到了现在, 阿蕊为一个新生儿理发师, 才发现自己依旧为对方服务了三代人, 自己可能也需要去尝试新的开始了, 他为了加新的狗学会了宠物理发, 嘉玲和阿川也决定结束, 嘉楠也尝试吃下母亲酿饰的柠檬干, 想要去理解母亲, 阿蕊开始与同龄人一年游玩, 一起享受现在的生活, 一年匆匆过去, 嘉玲也如愿开了自己的百元理发店, 而合伙人却是那个和自己抢客户的同事, 阿川也告诉阿蕊自己要结婚, 而结婚对象就是小婷, 每个人都努力地向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出发,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新的开始, 本片完, 看完这部影片, 只想给父母打个电话, 告诉他们, 我想他们了,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结束了,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电影, 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